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级玛丽 你今天穿得很像玛丽兄弟 今天是一个连身裤的工作裤 今天穿得这么俏皮 没有啦 我女儿知道我们花莲 雨量很多 又是冬天了 所以她寄来连身裤 还有一个外套 等一下泡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看长得什么样子 就是老爸年纪大了 在外面做工的时候 七十岁了 经常在外面田野里面活动 她就寄来这个女儿贴心 很感动 所以特别穿起来做这个节目 太好了 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小英政府 蔡政府上台之后 他们一直在推动的重点的政策 也就是潜舰国造 国舰国造这个政策 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 第二艘的陀江戟导弹巡逻舰 在十二月十五日下水了 那这个巡逻舰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它有航母杀手之称啊 听起来很威风啊 你知道为什么笑吗 为什么笑 这是吹流啊 干嘛这样 把四吹流 我们这个 这是一艘塔江剑 这个陀江剑 这一艘新下水这一艘叫做塔江军剑 塔江剑的名字来由 你再介绍一下 这个跟原住民还有关系 是 它是有原住民的意涵 塔江是台东县塔瓦西 台湾族的生活范围 台湾族自古就是以狩猎为主要的经济活动 那天生就有不畏艰难善战的精神 所以它为这个塔江命名 就是希望能像原住民 台湾族原住民这么骁勇善战啊 克敌至胜啊 来一双打一双 来一双打一双啊 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请她介绍 韵星是原住民 她母亲是原住民 所以她有一个名字 叫做幽姬沙韵 她来介绍原住民的东西 那再话说回头了 这个台湾族确实是骁勇善战 但是你现在出了一双塔江舰 就把它宣传成航母杀手 也有点太过了 可是它很厉害耶 它有很多 画是不错 画是不错 就像是大陆 把它的东风时期 或者宣传成航母杀手一样 这个都是大内宣 也是大外宣 因为 你这个要打航母 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它是移动的目标 那现在的战争靠飞弹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东风17 东风多少 21 也很厉害 这个我们都承认 但是你要打 打中一个移动中的航母 不是这么容易 再加上航母 它不是没有防备的 它不是没有自身的防备的 它也有这个反导弹的系统 在这个地方 那前一阵子 好像我记得 美国的航空母舰 也射了几个反导弹的 也是告诉你打中目标 你这个导弹来 我是可以把你打掉的 那台湾讲这个塔江舰是航母杀手 当然也是吹流 大陆也是吹流 大家都是在那边虚张声势 塔江舰不错 它上面是有熊二熊三飞弹 它是有这个打击的能力 没有错 但是 大家也知道 对方不是坐在那边等你打 就像是现在很多大陆方面 这些小粉红 包括大陆的退役 解放军中将王洪光 他们在描述的对台湾的打法 根本就是当作台湾是坐在那边不动等你打 是这样子 没有任何反击能力的感觉 是 那塔江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大陆的航母也不会坐在那边等你打 对 而且航母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作战群的 它不是一条船出来 是 它是一个作战群出来 它周围有护卫舰 巡洋舰 各种护卫舰 直升机战机什么都在上面 是 直升机战机这个是放在那边被打的 但是旁边的护卫舰不会坐在那边等你打 你塔江舰出来它不会打你 对不对 它也会打你的 所以不要讲得这么厉害 说是 我有一艘塔江舰我就可以把你航母摧毁的 也不是这么回事 大家实事求是一点 但是呢 台湾这个自己制造 国舰国造 还有这个潜舰国造 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没错 塔江舰一艘出来 要打你的航母战斗群 那是天方夜谭 那个不要 你可能还没有出来就被人家打了 简单的讲 对方也不是 也不是开了帆船来的 是不是 它也有导弹的 但是呢 这个塔江舰 我们如果做多些烧 就会发生作用 对 变成一个战斗群 那就不一样了 那个不叫战斗群 那个叫做狼群 狼群 对 所谓战斗群 航母战斗群 是它有各种不同的战舰配备 有这个飞弹 这个导弹舰 有这个巡洋舰 各种舰 它这叫做一个战斗群 甚至于还有骨骑 这些都是一个团体 它就是说 它一个战斗群出去之后 它可以自己 自己自足 自力自强 那塔江舰不是 你出去过来一阵子 你还要回来加油 对 它还是需要大家的配合 不 我刚刚讲的重点就在于 就是说 它塔江舰 我们现在做出来这个 它可以做成一个狼群 一只狼发出不了作用 有狼群在里面 它就会发挥作用了 那么所谓这个航母杀手 你也必须用你一定的数量 你才会变成航母杀手 所以我们这个高兴一下 是可以的 第一艘下水的嘛 那好像我记得 它总共要做八艘嘛 尽量做 这个是可以的 好 战斗群上面 它有配备了这个熊二熊三 这些 在台湾海峡是会发生作用的 这个全部是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 我刚刚讲过 如果说你一艘塔战舰 打一艘出去 都对方工一小的把你打成了 你就没了嘛 但是五六艘同时打 对不对 那就有效果了 是 没有错 那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潜舰国造 对 潜舰国造 因为航 这个在海上的战争 潜艇其实是一个最 最厉害的武器 因为它基本上是逆中的 逆在下面 对 躲在下面的 潜舰也是逆中 潜舰也是这个雷达 它有躲避雷达的功能 有厉害力 然后它是有破浪的功能 你没看到它那个船的形状 中间是空的 所以进行的也比较快 然后这个又有逆中功能 速度快 然后它的武力也不弱 有熊二熊三飞弹 所以这个是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 这可能要多几艘 才能发挥真正的功用 但是潜舰国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们现在台湾有的潜舰是四艘 其中有两艘是1940年前 美国的 跟美国买的 1940年 你要想想看这个概念 1940年 1940年是多久了 80年前了 2020现在80年前了 是啊 但是这个潜舰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躲在底下的 那么台湾这个潜舰呢 前两天吧 CNN好像有一个分析报导 说这个台湾这个潜舰 如果顺利的制造完成成军的话 中国武统台湾的时程 可能会要延后几十年 他们很厉害 所谓延后几十年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防卫在那边的话 它没有办法来打过来了 那么这个潜艇呢 它是柴油跟电 两种动力的 两种动力的 因为潜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如果是柴油引擎的话 它声音会太大 容易被人在发现 容易被人在发现 那么我们现在是用两种 柴油跟电 在水面上航行的时候 是用柴油 因为反正也怕你看到嘛 都在水面上了 无所谓 就用柴油 潜下去之后 就改成这个电 锂电池 锂电离子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的动 引擎 它的噪音 比核动力的还小 哦 这么厉害 是 所以你很难 侦测到它 你反潜的东西 侦测不到你就没有用嘛 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达尖这个潜艇 就在底下 停在那个地方 你更难侦测到 但是我有能力 射鱼雷 它上面要配备的是叫做 Mark 48 马克 48鱼雷 这是 也是美国已经同意要卖了 这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的潜艇是准备在 2025年之前交付 就等于说是第一艘 在2025年就要交出来了 前后要建这八艘 还有五年的时间嘛 对不对 中共要股统快点 早一点 不要我们等了71年了 对他们习近平很忙 真的 所以就是说 还是强调一点 大家不要以为说 搞了一个什么塔将军出来 航母杀手出现 中国就不敢动了 也不是这样子 真的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现在的战争跟当年是不一样的 你像我们前一阵子才 才才看这个虎虎虎 拖拉拖拉拖拉 拖拉拖拉拖拉是 日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偷袭尊珠港的时候 等于是暗号密码 就是说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拖拉拖拉拖拉 日本本土那些人知道 哇 开始打了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航母 能发生的作用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的打法也成 现在是不一样的 你那个时候 你要派出航母 航行了横过太平洋 然后去偷袭珍珠港 现在不要 对不对 飞弹就走了 对 对不对 飞弹就走了 飞弹先行 所以现在飞弹这个部队 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 飞弹部队膨胀了至少三分之一 这个也是正确的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在现在这种 现代的战争里面 发展飞弹是正确的 对 正确的 北韩也是一样 对啊 你看北韩每次月饼的时候 就那个飞弹车在那里 对 推了一个大飞弹 对不对 那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的飞弹的这个能力 并不差 并不差 以前是因为受到一些限制 没有办法发展这些长城的洲际的 那台湾现在防卫自己 是足够的 是 台湾的飞弹数量不少 不比中国少 不要以为中国飞弹比我们多 不比中国少 那我们的飞弹 射程也许不如他们 但是要防卫自己 防卫自己 是足够了 是足够的 那么现在这些各方面 我认为啦 蔡民进党政府 在这方面 是值得嘉奖 值得鼓励的 这个蔡英文在 他是 塔江剑是在12月15号下水 他当然去参加这个下水典里 他有讲话了 他强调台湾军队要有 不对称作战的能力 发展具精准打击武器装备 用于嚇阻敌人来反 这个策略 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台湾不会主动攻击 但是呢 我们要有能力 来阻挡别人的攻击 别人的侵犯 这个不对称战力 不对称战力很简单 这个顾名思义 我们两个力量是不对称的 对 但是我要利用我的优势 发展可以阻挡你的武器 对 这个塔江剑跟潜剑 其实就是这样的武器 我们先前在讨论美国 军售台湾的时候也讲过 那些比如说是智慧星水雷 还有那个 鱼叉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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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都知道很清楚 鱼叉飞弹 半年前完全不知道 美国都不知道 鱼叉飞弹 我也不知道坦白地讲 对 那这些都是 都是这个 对台湾防卫上 很有帮助的武器 对很重要的武器 那台湾自己也会做 对不对 这个 美国的鱼叉飞弹 我们的熊二熊三不比它差 对啊 不比它差 我们自己会做 只是说 军售是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我们可以一次买了很多 因为我们的产量 可能没有那么大 第二次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盟国 维持一个关系 是 花钱维持关系 这个是值得的 对啊 对啊 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也讲 请家当产都可以 都应该买 都应该买 那当然台湾里面 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反对什么 到时人家打过来 你才反对 对啊 我们还是要有自保的能力 不然老是靠着说 我们好好相处 你就会对我好 这讲这种 国与国 靠这种空话是不行的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 不可能好好相处 对啊 到今天为止 对啊 中国的飞机 军机还是一天到晚到天上 对啊 前两天 那个山东舰 通过台湾海峡 对啊 在干嘛呢 他当然不是针对台湾 他是好像到南海那边 去去演练嘛 因为 这个 美国在南海那边 常常就是说摆出一个架石 要跟他们干嘛 我到那边去演练 但是呢 你通过台湾海峡 然后又在那边猛宣传 对啊 台湾不会没有感觉嘛 当然会有感觉 是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在有中国这个邻国的状况下 我觉得台湾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啦 我们自己还是要发展自己的保卫的能力 然后 反正我们也不会 我们也不会主动求战 但是我们不会卫战啦 就是这种态度 对啊 好 台独分子 对啊 台独分子 有人在常说什么一国两制 什么中华民国下 或是中华民共和国下 为什么不是台湾的一国两制 我们台湾顶岛下的一国两制 应该会被 立刻被那个 列入黑名单 不是这个 你这个讲法也都是不切实际 对啊 也是不可能的 就跟我们有了一下塔 一个塔相间接下来说 哇 航母杀手出来了 这不切实际 可是人家跟你讲说 梦想 有梦罪名 我们面对现实一点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国 台湾的国力可以越来越强盛 人民都可以安居乐业 是 好 谢谢各位收看咯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影片上架 各位就会收到通知了 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